對其他參賽者 視為大魔王的王樂妍 前兩支舞蹈都讓人相當驚豔 而關鍵的第三支舞蹈 他要挑戰情感豐沛的倫巴舞 倫巴的情感其實比較難詮釋 因為它很連續 所以對樂妍來說 又要加上舞蹈的動作 所以會是滿大的挑戰 此外 為了讓表演看起來更加優美 漢偉老師在舞蹈中 加入了許多托舉動作 卻沒想到 這竟然會是王樂妍的致命傷 好,來,你站起來 好,來,你站起來 你站起來 走 我有一個障礙就是 我只要腳一背離地 我就可以尖叫 我... 沒辦法 我把控制我的腳 就是要紮紮實實的踩在地板上 為什麼腳要離開它 這座我不會有巨高肌的人 來說是一大挑戰 所以任何的腳離地動作 我都開始在那邊尖叫 使勁了 練不好 練不成 抬舉跟相似特技的動作這樣子 很不習慣的狀態下 你到空中轉了兩圈之後 再下來一落地 通常大家都會頭暈 這個很正常 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們練習很多次 也需要刻苦的地方 原本應該讓舞蹈加分的特技動作 卻意外成為王樂妍的軟肋 到底他能不能克服障礙 順利完成這支舞蹈呢 我們知道 你不在乎是想和你 做什麼 這個 發生 在那邊 我們會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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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